透过特定的色彩 组构出不同的画面 传递艺术家的生命经验 喜欢记录生活点滴 无论是手写日记或拍照 对于艺术家神赏英来说 这些看似频繁的记录 犹如种子般般薄下 是他的创作能够传递自己的生命经验 学习绘画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 神赏英特别着迷水墨工笔的绘画方式 画面依照自己想表现的情境 十二淡雅 十二浓烈 他着重色彩的调配与人物配置 组构出不同的画面 不受传统绘画规范束缚 大胆尝试颜色与画面中主角配角的相互关系 这样的视觉表现产生另一种吸引人的效果 除了着重色彩 水墨工笔画所使用的勾勒方式 也是他创作过程中非常喜欢的时刻 专注勾勒每一笔线条 能使他内心平静下来 作品中连续性的图腾便远远不绝地被画出来 虽然这些图腾仅是简单的连续性 但在绘制完成后看见成果 也让艺术家感到疗愈和满足 关于作品的意想建构没有答案 人的本性存在于自身不断的符号创建中 走着走着便也记录着 以日记为题将形象图像进行解构 时方新闻记者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